我有个朋友叫高晋 原生外号主生 盘点喝大浪吹牛的搞笑瞬间 我以前在台北卖螺蛳粉的时候 有个叫周杰伦的 跟没有啥叫 我跟他特别熟啊 我们主义那种 知音那种的 他将其专业的 我还卖本科毕业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啊 有一次他写不出歌了 我就随口喊了几句话 我就螺蛳粉加辣椒 连酱蛋水全打包 我实际上是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 他马上来了 你看 挤出了一首后演讲 因为我是姓赫的嘛 但是有几个说话 抄几个小年轻的 他说这首歌突如我 挖老爷的 我当场我就翻了 我身手抓成一张柱子 我要刷一个过去 我来一走 我刷一个 朱朱甩坏的七张柱子 那首爷爷的第一张 应该正远近于此 像他这种人手 就能写出歌的天才 最伟大的早已不是他的宗女了 你有背 刚好遇到那个肖靖成 那开演唱会啊 你听过他的歌吗 挖老爷的 那个老六一开演唱会就下雨 一下雨 我这里就没人来说粉 然后我就去找他谈他 你也知道 我跟肖靖腾很熟了吗 对不对 阿姐 我说你等我客人吃完粉 你再唱 他不听我 不要唱 哭老爷的 我说你看看现在柳州 天天漂泊大盆的 你屁都要包约了 你还不收手 我今天不把你打到王分都念不出你 你就不知道巴尔为什么这样跑 当时东海龙湾出来劝叫我 我当下把他农村走了 还有那个归城下啊 下城归林走了 还有那个阿笑啊 看下我这么威风 立马转身就跑了 要拿着那个麦克风都不要了 天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哇哇 当天天游马蒂卖螺丝粉丝 我也是个机车少年了 骑士精神 你懂吗 啊啊啊啊啊 我那个油门都快顶着麻花了 牛车阀都知道吧 你认识巴尔 那个夜火战车 我本来是主角的 因为我说超机车的啊 对巴尔圈 那天我机车服都穿上了 半路被一个导演截胡了 扩老爷 他非要说我情像很符合 天游友情 非要叫我去做男主 爱情偶像巨我决 我很难选择啊当时 为什么 天游友情有本 是我 我当时就先又要选 九九还是梁勇齐做女主的 两男地步 他们都抢着要我 最后 我做了一个 违背主宗的 绝对把机会要给的 男情人 让华彩赢 我说就 所以华彩到现在都要感谢我 谁都站在光与才说英雄 下 去乎父亲姐我在柳州卖螺丝粉的时候 有个叫什么 酱拔强 你又没有啥 他在我这里吹水 说他儿子要走 送了台 哭泥 哭老爷的 我儿子父亲姐也送了辆高铁给我 那我还要到处去说吗 刚刚好像谁没有一样 对不对 我这看不过那些 还旁比的 好像只有他有儿子一样 哭老爷的 我有儿子 我还有个女儿呢 他比得过我吗 我儿子今天还送了块表给我 他闹 老力厨 大排 我女儿更厉害了 我女儿送了一辆车给我 真的一辆车 他见过车吗 他周梦的梦无道一辆车 你女儿送你什么车 风车啊 什么啊 别小看这只是一台风车 这是我女儿全款拿下来 全款啊 我们家族的实力在这里败着 他拿什么跟我比 什么比 我当年在中东大有家 我父的流流 你见过我发达的样子吗 你没见过你凭什么说我没钱 哭老爷的 我只是夹到那个周路了而已 怎么在哪间 我以前两个公司四个光 六周六轮八台车 那个大客伯伯都给我打过工 帮我写过代码了 要不要杂钱 当年元宫太多 有几个人要敲我客户搞背贩 哭老爷的 我直接给他几个万钱 背贩我的人 我都给他几个万钱 终于我的根不用输了 对不对 以前我早上去西班牙吃牛排 叫我就去澳大利亚跟袋鼠打 前击锻炼身体 晚上我就去卡外衣晒太阳 你体验过吗 你做梦都梦不出来吧 我现在是羊落魄了 但也是十岁便便都带几个万出门了 你为赢这些新币容易吗 我有个朋友叫高进 人生外号赌生 我家绕就是被他搞中落的 要不是我故意放水 赌生的外面还能轮到他吗 我的天哪 当年我演员主播是空穴来空吗 当年那个许发生 有没有就是他记住我的荣貌 因为我当年是靠脸吃饭的嘛 对不对 他不要跟我打BK 扩托烟 你觉得他打得过我吗 我什么级别 他什么级别 他根本分不清什么大小王他 人家是头部大王 我还局部大王 红两个 他又大合身 加油 上给我冲啊 收他啊 我又给 然后呢 我站了就赢了 差多少 差二十几万票啊 但是我总结了我的经验 我觉得是我手机太旧了 拍不出我的帅机 然后我用我卖手机的钱去更新这份 我又跟他告诉他 空穴了 这是我把我一家老小的叫上来 然后我圈投了我的孩子 他还是猪啦 为什么 我哪里知道他有几十万家人了 我一家老小加起来才十几个人 他几十万家人给他商量 把我做了三万多个生云 我老还给我的做出来了 当年我在拉斯维加斯卖螺蛇粉的时候 有个叫陈老家人在隔壁上好面经我 你有没有想要这样 他说他自己是赌侠我 他想靠牌去赶走我的本堂 他就是小独宅子跳出来 不是好歹 我是谁啊 我当年人说外来不来 我刚放纵教他作业 我几牌 马牌 抓牌 擦牌 一到中就 心云流水 大人都看啥了 但是回家是有麻将啊 一家你就是没出过省了 这是麻将的问题吗 这是我地堂老的尊严 我直接说话 所以那天我敗了 但他也被撈到好处啊 我直接打电话举到他胡锦经营 他都被先飞了 噢 ",Giano, 郭、郭、郭。 当年在南山开大排队的时候,有个叫什么,乌鸣哥,来吃笑靠。 你有没有想吃阿哥? 知到一半,他那个小弟啊,叫苍蝇的,跑去欺负革币,那个小伙子哭捞烟。 我那年吗? 素食是那吃块啊,我睡时候抄袭我的平底哥,准备心心敲醒他,沉睡的心理。 那个叫苍蝇的,看到我立马就怂了,马上给我跪下,磕头尤导射了。 我沟的快快拿着,你也知道,平时我喝总不喜欢欺负 Twitch。 我说你过来给我点个阵容 我就算了 这次放过你 你为什么放过他们呢 贺总 你懂什么 这叫好他不吃眼前亏 你以为只有唱一这么简单吗 空烙烟的 他背后还有老虎啊 贺总你怕什么 你不是跟武生败宝知道吗 啊我们现在也上不了山啊 他跟山上的保安部让我们进 让我们的一路返回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猜 哈哈哈哈 把你们叫你约三里 怎么办又讲嘛 什么 这一种就拍 谁不约走啊 不知道 怎么有个不知道天高地后的 叫什么 八拍特 你又不认识到这 他不要在我隔壁上那种真假 想给我多一点上 空烙烟 当下我认识他们发布 我说谁敢跟我讲去评评他 就永远吃不到我的右脚门 当时整个团的人 有人心红 刚才好 我本来我要去接线 我的妈就是这么狂啊 是不是啊 对 后来那个转型卖CD要大港砖了 还给了我两款转 我的车就被他拍丁 然后我就连夜坐火车回了柳州 再玩一步的话 我都回过来了 我以前在成年门做保安的时候 接触的哪个不是响荡荡的大人物 什么比尔蓬池 李家厨啊 你愿不愿是他这样 你们几个人进去实力 可以按照半个地前 我当时在扶不起 富豪白昂宝 天山明 永远就吹了吧 而且我们几个附庸 吃烧烤的时候 那个李家厨啊 他喝酒还养育我 被我发现了 空烙烟的 我说你不能喝 就跟狗去一周去 别溜眼了 结果他来气 还要跟我斗酒 那我们当时就哭着哭着烟了 那这有你们谁赢啊 肯定是我啊 所以那天我喝酒 但是他赔了500块钱 汤药费啊 所以按照你说 肯定是我赢了啊 对不对啊 那你就是输了 注意重要吗 这种欺骗的自然能力和歌曲 是你能差点透露 你估计连成年门在哪里 你都不懂 导演叫我去拍舌头上的米粉 他太过滑 我去都没去 用没吃吹的啊 对吗 中心言他不持神 你知不知道 那就是按照我的故事改编的 这碗粉无论是从色鲜味 都是很失败的 你在哪里买的 我刚刚这里不是在煮的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脖烙烈 话收不回来了 你下次早点说嘛 阿俊其实这碗粉很完美的 你看这个酸水做的跟酸汁一样 哈哈哈哈 拖烙烈 远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nice 我当年在烧地市门口卖猪头药的时候 有个叫四清风的 不让我卖 你又没认识阿俊 拖烙烈 我是练过的 当下我就打了一招 汪汪汪汪 那个四清风看到不是我的对手 就发短信头的 叫那个十八同学来吓我 我怕他妈 我大老婆一生 他太 然后我就拿着我平凝克 冲过去 我就等着他们 来一个我就拍一个 来一队我就拍一双 收不收阿俊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就醒了 原来我一冲过去 就被他们打休克了 收到一个抢救了一下 但我还是不服啊 出院后 我要去找他们理论 阿俊你也知道我是个文化人啊 他们根本收不过我 然后呢 然后他们收我嘴 我就收来了几个嘴巴 那天我的嘴都被打中了 阿俊他们实在太痛苦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笑了好吗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很 小强我告诉你 天涯何处无方 何必当个一只君 对啊 不想跟你这种没实力的人说话 我没实力 当年我在《非诚别咬》上面做男嘉宾的时候 全场几百个妞 就像我冒想得到我 一开始我们告诉他们 我是搞嘲讽的 因为我怕他们只是贪污我的 由华富贵 而不去了解我真正的人头魅力 我当时皮鞋都没穿 但还是被他们看出来了 过老爷的 马上全场报告 平衣色的女生 乌酱酱的朝我冲了过来 连评人都要问我要电话号码 说要打给我 我当时大合一生大奖金 我不说话来好 一开口 他们非说我是天籁之一 说话的声音可爱温柔 你这个抢角跟我生小平底歌 过老爷的 有这些是果然是藏不住的 自杀情长的 永远是吹的 那我去下一个 就跟你叫我自杀风湿的吧 你骗轻你自己好不好 你家里面没有进去 你总有尿吧 你这就是躺避党居 自杀风湿还差不多 当年我在天庭上班的时候 手里下一票小弟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 开那个庞桃会 你知不知道今天 当时我们大家都在认真开会 我前女友polinger 突然打电话过来 过老爷的 我们老板说我不尊重他 非要吵了我 我哪能愿意呢 我马上带着我的小弟 集体罢工 我当时的号召力不是吹的 要反的 他们凭什么凭你的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普通吗 当年人生外号 初商链 性格就是这么刚链 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怕 你最后被吵了没有 没有啊 当时本来是几十个人一起罢工的 结果去到最后才发现 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罢工 最后我被贬仕下罚钱了 要不想 你们都没有机会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年我跟有一次银行行长 那是败把子的关系 他觉得我有卖关系还是可以的话 有一次我想在我们村 资格才卖个螺子粉 我就打电话问他借点钱 刚一开头 他就挂我电话 哭闹嘞 我脾气一下子再一上来 我做你常常一个银行行长 借我点钱 怎么啦 怎么啦 都是责门 我帮你花钱 怎么了 我那么多朋友我不找 我就找你 那是我给你费 你不但不感谢我帮你花 你还挂我电话 你一个格级 你要打开啊 对不对 最后他借你没有 最后我求了他两个多小时 他二话不说 他就转到我农村信用室卡里面 噢 妈的 当年在阿拉斯加拉雪橇的时候 我还吃过有螺子粉味的水糕人 我每次吹了吗 早就实现雪糕自由了 当年还有一个跟我一起拉雪橇的东西 叫他士奇 你又没有杀钱 那是狗吗 有一次他跟我比赛吃雪糕 不老爷了 我原说外号阿拉斯加雪糕统 我怕他妈 我们到家就晒了起来 我左一根 右一根 我们这种之类 一定是这样 要不是店老板 来着我们 我冰箱都能给他承掉 你那边写个不贵吗 不贵啊 我只是卖了一套房而已啊 很划算啊 他跟阿拉斯齐又抢了 他们祖责卖了才购买的啊 不开玩笑了 不要啊 千万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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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